嫌犯來到被害人家門口探頭探腦 他們觀察到有監視器 於是先拿出伸縮感 撥開監視器的鏡頭 躲避查器 他們的工具 然後有針對不同的車種 來那個的行車電腦 來竊取那個汽車 嫌犯用破壞工具 強行撬開車子的門鎖 進到車內行竊 他們裝備齊全 先用編繩器看測試儀掃描 破解汽車防盜晶片鎖 然後還用萬用行車電腦 把車內行車電腦的連接線拉出來 接上他們自己的萬用行車電腦 10分鐘就能偷走一台車 它的那個晶片的編程器 應該是針對有晶片的車輛 他們專門偷現市占率高的日系車種 車子一偷到手 就馬上把髒車懸掛未造車牌 開往南部變賣解體 嫌犯工程 這些車輛都是開往南部解體 那至於車種的部分 然後那個還在調查 警方逮捕到嫌犯 並且查扣兩部髒車 跟大批的犯案工具 估計嫌犯兩個月下來 至少犯下十多起的汽車竊案 不過嫌犯只承認偷竊被查扣的兩部髒車 其他一概否認 警方還在追查上下游的囂張管道 並且呼籲被害車主能出面指認 記者韓志信王手運NCG小組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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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